縣長、副管長、局長的主管、各位同仁、各位媒體記者、各位貴賓、大家早安、大家好 先讀上次會議記錄 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0月25日上午10時1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出席張議長明達等25人 內席張縣長花冠等26人 來賓、各貿社記者等22人 主席張議長明達、秘書長黃尚文、議事主主任張燕博 記錄盧正道林玉銀、王毅賢、黃旭平、李靖榮 主席宣告開會 1.報告事項 1.本會第18屆第4次定期會 是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4條規定辦理 2.本次定期會議事日程 將10月6日程序委員會排定 除立假日不計算外 即議員報到議備會議 議讀會半天 小組活動3天半 縣長施政總報告1天 縣府各局處工作報告3天 縣政總質詢與議務質詢8天 審查議案4天 專案小組報告1天 討論議案2.3讀會 臨時動議1天 至10月25日 起到11月23日 只共計30天 3.本次定期會主要任務是 縣長連度施政總報告 縣府各局處工作報告 縣政總質詢和業務質詢 審議106年度本縣總預算案 及各機關單位預算 審議106年度本縣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總計表及各附屬單位預算 審議報會本縣中浦鄉衛生所 東興衛生室防射案 審議擬出售座落家宜市 絕川段4-247地號 及同段22-83地號 現有非公用土地議案 及各業務單位電付案等 4.本次定期會縣府提交議案9案 2.討論事項 1.本次定期會之議事之整表排定 是否妥當 請大會公決 1.照排定之議事之整表通過 2.本次定期會總質詢時間及順序如何安排 請討論 1.按照今天現場抽籤順序 每位議員質詢時間50分鐘 3.為甲1、2號案請審議 1.甲1、2號案均原案通過完成一讀 3.主席才是 議員所需資料請各局處於三天內提交本會 是上會上午10時25分 以上 各位同學 我們上次非紀錄 各位同學還有什麼意見 沒有吧 沒有我們比較前 來 我們今天排定的議事日程是 管長的施政總報告 我們現在請管長來報告 張議長陳副議長 我們各位議員魯士先生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嘉義官議會第18次第四處的定期台會 花冠應邀來這裡做施政報告 倍感榮幸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積極在監督我們縣政 共同為我們嘉義憲政打拼 花冠在這裡要代表縣政府全體同仁向諸位表達 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有關縣政府過去半年來的重要工作報告 以及106年度的施政計畫 已經在日前送交貴會 以下我就針對106年度嘉義憲政府總預算的內容 以及過去半年來的工作的重要成果 向貴會來做口頭的報告 工業製造業在20世紀的時候 是我們人類文明的最重要 蓬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製造 造就我們的工業的蓬勃發展 但是今天在21世紀 現在的發展就是知識 經濟跟文化觀光有關的軟性柔性的巧實力 所以在上世紀的時候 我們嘉義官錯過了工業發展的列車 所以今天我們的嘉義官如果要發展 我們要緊緊抓住時代發展的一個機遇 以文化構築我們的底蘊 建設一個友善觀光環環境跟產業 就是我們已經在文化觀光動能的列車上面 要用這個做未來翻轉加以翻展的新模式跟路徑 最近我有去日本富山縣 富山縣是日本的西日本的北陸地方 它是日本過期長期以來 很有名制藥工業的一個地方 但是現在這個工業已經逐漸的老化 所以它有一個富山城 是已經建設了500年 所以為了要讓富山縣在這一個21世紀 能夠走出它的一個新的方向 跟富山縣就結合它的富山城還有公園 還請貝綠銘非常有名的 羅浮宮的新的設計者貝綠銘大師 為他設計了一個美術館 在說要一個地方 地上的每一個地板 都是當地的小學生 清手刻畫的地磚 所以一個古城加上大師的設計 加上市民的參與 融為一體 還有另外一個魏妍武 也是普利斯建築獎的得主 他設計一個玻璃美術館 融合圖書館 生活休閒講座跟觀賞玻璃藝術品的空間 變成一個新的亮點 旁邊還有一個高鋼 金烏丁 它是現在很利平的 南部鐵器 鐵器還有錫器玻璃藝術的一個所在 所以現在富山在今天21世紀裡面 它文化觀光已經變成它蜕變之後一個新的動力 請富山這種發展模式不是只有富山 包括西班牙的碧爾包 碧爾包非常有名 就是把原來的工業區把它轉成一個國際知名的碧爾包博物館之後 變成藝術之都 另外 東西柏林推倒之後 東柏林原來是跟西柏林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東柏林開始在推動一系列的博物館島 還有利用博物館群的聚落 跟世界的文化遺產 再加上柏林本身就是設計之都 它也帶給我們整個世界的人 對柏林的一個新的認知 這也是用文化觀光去發展地方的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各位議員報告的就是 我們在前年提出來的文化觀光新時代的概念 就是因為文化不再只是上層階級的一個品味生活 應該也是我們庶民百姓的一個日常 所以文化不是只有生那些古願成就的老東西 它也是動代的當代藝術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文化 結合我們的觀光的路由 變成我們帶動地圈發展的新動力 我們像法國第一次的文化部長 馬爾河 在任內開始說文化下鄉 文化要下鄉 在每個地方廣設文化中心 讓文化能夠普及化 能夠普及化 能夠平民化 能夠表達大家對當代藝術的一個支持 所以他也請在救我們畫家 夏卡爾把巴黎劇院的屋頂 全部做天頂的一個作畫 變成文化已經變成普及全民的一個樣態 讓文化展現當代的 時代的一個精神 文化就是時代的精神 所以在嘉義觀 現在也是要這樣做 故宮南院是在陳明文當現場的時代 我們的爭取 那終於在去年的12月28號開始試營運 它基本上就是文化昏泉 藝術下鄉的一個典範 配合故宮的營運 我們在去年 也在憲政武廣場辦了故宮開家園 嘉義賞燈去 這個年底的時候到今年的元小姐 我們加上一個3D的光雕秀 讓大家驚訝連連 所以今年3月內 我們繼續辦世界博茶會 變成一個新的 把這層 變成一個新的文創空間 尤其我們今年也向文化部爭取到 還原歷史現場的兩億多的金會 我相信用故宮南院 用我們的蒜頭糖廠的文創空間 在旁邊的微型創業園區 再加上我們現在目前在規劃的茶體驗園區 再加上一個當代博物館 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博物館群的概念 來帶動嘉義的一個文化觀光的產業 然後我們另外也把自行車跟電動機車跟電動車 打造這一個235愛上我的旅遊的一個軸線 然後配上我們商品化的旅遊行程 結合雲端的一個數據 我們現在打造的也是非常有名的低碳觀光旅遊4.0 再加上海區觀光高跟鞋教堂的熱潮 到今年8月底 我們嘉義縣所有包括故宮 包括阿里山 包括高跟鞋教堂 我們的旅遊人數已經到8月底 已經達到470萬 這是我們的歷史新高 我們期待我們文化觀光的新時代 我們希望今年可以達到600萬人次 文化觀光是我們在地庶民的日常 也是當代的一個動態展覽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以故宮為軸心 核心 然後涵蓋美林美術館 蒜頭堂場 文化集約所 還有整個茶體驗園區 微型博物館 跟MOMA當代藝術館 把這些東西都集合在這一個 我們高鐵站 縣市特區跟觀光 故宮南院是一個地帶 我們嘉義縣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將來是會陸陸續續成 形成一個博物館群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藝術品 不是像故宮現在這樣 這是史極的一個展示 我們也可以推動藝術品的交流跟買賣 所以我們嘉義縣就有機會變成全臺灣 藝術生散觀望 這裡交流一個重鎮 所以文化觀光一定會成為我們嘉義縣亮麗的一個資源 我們嘉義縣其實我們遇到一向以來幾十年了 我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財政的困境 我們現在整個行政區的化分 是六都跟其他非六都的資源配置 非常的落差很大 我們在民國七十一年嘉義官期分家以後 國家中央並沒有對嘉義縣特別的照顧 因為我們看澎湖金門馬祖 他有一個離島建設條例 所以就會有一個基金給他專款專用 在花東 花蓮台東雖然產業不太發達 但是我們的政府有一個花東建設條例 也是有一個基金給他專管專用 花東地區發展條例 所以這有一個發展經費的保障 我們嘉義官的農業為主 農業就是沒有稅收 所以其實我們嘉義縣的稅收在全國裡面 我們一向都是倒數一二三名 倒數一二三名 再加上我們縣市分家的因素 所以我們才會開始開發自立開發 大浦美 一起 二起 三 馬仲厚一起的工業區 主要就是說中央既然沒有來開發 我們還是要自己去努力 所以我們開發這三個工業區 比第一個我們比較陌生 到第二個我們開始比較熟 到第三個馬仲厚工業區 我們慢慢都比較熟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工業區的開發 基本上銷售得很好 但是第一期我們都中午防止草地皮條款 它是第一期 現在二十二家開始在營運 其他的最近因為時間到了 所以他們都必須現在開始在幹 都到前年跟去年 我們的景氣很不好 因為我們的台幣 匯率也沒有什麼變動 所以碰到日本 韓國的競爭 我們事實上我們這個產業是碰到很大的困境 但是在這種環境之下 他們還有黃子草地皮條款 二加一 所以他們今年最近在請造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想我們嘉義縣的財政是會慢慢的改變 包括產業 所以我們未來 我們的資源 中央資源的分配 基本上六都還是分很多錢 還可以救很多錢 譬如說他們是可以 就以總預算的兩百多趴 我們這個館子就是總預算 可以就總預算的五十趴 他們連度預算又是什麼 一兩千億 我們才兩百億 所以我們錢舊 我們還舊舊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空間實在是很舊 所以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將來就是要靠行政區域重劃的整合 行政區域重劃整合 這可以公平 分配所有這些政府中央的資源 不然我們靠自己的利用是很悠閒的 所以財政收支劃方法現在雖然是說要修 也是說了十幾年還沒有修 那其實真正 福底抽薪的辦法 還是要靠行政區域的整合 才會大幅改善 我們像嘉義縣這種窮現 勞苦窮窮現的一個未來 所以為了配合我們的財政發展 我們每年都一百空六年 我們的年度預算 我們還是目前都是本著尊傑開支的原則 我們編列230億 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我們的可靠的稅入財源只有 204億9千萬元 這個204億9千萬元裡面 我們收支插率還要省21.6 所以我們就用設計的方式 來做這一個預算出來 這個230億裡面 我們只有人事費用 只有129億5211萬元 129億5211億 現在我們收的230億裡面 支出是56.3% 有16.31% 一半以上只有護理人士行政會 另外我們的老人營口是全果最高 我們身臟人數是全果第三高 我們的壞配人數是全果第五高 所以我們現在法定的社會福利支出是 30億9千381萬元 30億 高清380億1萬 是占230億 那130億裡面13.45% 所以很簡單看起來 我們就都知道 我們家儀館 我們固定編列的費用占7000 所以我們嚴重的 嚴重的稅出的預算結構 是僵化的 是沉重的負擔 所以我們因為自有財源不足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 什麼工作呢 就是積極爭取中央補助 第二自立開闢財源 第三就是尊傑開支 所以我們所有的醫生 我們都管控一層五 管控一層五 屬性上就是有編列預算 但基本上除非特殊的原因 我們是不讓大家花的 另外特別的支出裡面 我們有一層是管控的 一層管控 這樣才能夠達到我們去彌平 這個21.6%的一個財政缺口 讓我們家儀館的財政 可以更穩定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管控制裡面 不是只有廟列管 公司而已 他現在也是很危險的 他已經超過50%的公共債務 這個是違反我們公共債務法的 所以財政也是很危險 所以我們家儀館 在這種沒有稅收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很辛苦 這個我們還是非常感謝整個幸福團隊 大家很努力的尊解開支 也要謝謝議會的支持 再下來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最近半年來我們重要的施政災要 第一行就是民用是我們最大的兄弟 但是民用一個的聯絡道做好之後 我們又開閉164線 將166線到2高 1高到2高中間最大的問題就是從 這個我們很早以前的民雄路橋是一個連結線 但是民用6球的現狀就是它的寬度只有14米 就是兩個車刀和機車都在裡面走 所以我們在100空一年 向來政部清楚民雄路橋的改建 他也同意然後一直規劃到 今年的9月19號我們才真正的動工 不過新的民雄路橋採取半半施工 長度是608公尺 真正的橋面上面608公尺的長 我們的橋面事實上是25米寬 25米寬就是說雙線道每一個方向 都是有兩個車道加一個機車道 這樣一定可以大幅輸解我們的交通的問題 雙線的情況 所以民雄路橋再加上光雕 我想這個是我們這一年 這半年來很重要的一個建設 另外就是說我們加以關 總共有500規則的橋樑 以我們剛才報告給大家知道的 我們的財政事實上很難做到 每一個橋樑都想要改造 但是我們也努力去爭取到民間的資源 像行善團 嘉義行善團 它今年我們已經做分工好了 縣政府做設計跟建造 然後地方公所負責土地的一個徵收 然後他們負責所有工程 所以我們今年就 我們現在社會上去之後 我們所有行善團一共會 10月起會開始給我們做13條 13條的橋樑 10月底開始就可以陸續投入 我們把規劃好給它 協助我們來做這些橋樑 其他就是說我們的水利工程 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 就是每一個機緣很關心 地方就是說我們現在氣候的變遷 現在的黃紅頻率都已經達到200年 我們早期做的白水提防 這都做差不多20、25年而已 但是今天的氣候就是斥公豪 地形雨集中下在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的水販都已經達到200年 100年到200年的黃紅頻率 所以過去的工程常常是不符我們現在的需求 但是政府也沒有辦法 不要說管政府沒有辦法 政府也沒有辦法 一時共甘 都總給你改建 所以才會有八年八百億 之後接六年六百億的黃紅治理工程 那我們這一次在六年六百億裡面 103年到106年 我們家儀館主要是放在荷包與排水 放在神秘白水 鼻仔泡白水 嚇嚇白水 這幾個地方 我們一共爭取到39.07億的治理工程 另外應急工程就是說 已經比較急迫性的 有篩住的這個地段的工程 我們就會用應急工程來處理 我們從103年到現在 我們也爭取到3億7千六百萬 所以我們的水力處 我們也是很認真整個這個 因為整個這個 還要經過兩年 水歸所的計畫的核定 不是說你今天說要做的可以做 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所有的議員報告一下 大家都很關心 一直都常常在關心的 治水工程 我們就是做了39.07億的 這一個 猶豫總和治理 另外3.76億的 這一個應急工程 那我們會分優先次序先去做 另外就是下水道的工程 來改善我們的排水 水指示 提高生活水準是非常重要 你說比較文明的道具 像台北市高用 這都差不多 台中都差不多完成 我們嘉義官 一直從民雄跟舖子這裡 兩個地方先做 舖子是已經完成 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的 這個水資源的回收中心 那用戶接管要到107年 年底才會完成 它完成之後 我們又提高了3%的 這個下水道工程的一個完成率 另外民眾的部分 我們用戶接管預定 在今年年底完成 那如果完成之後 今年完成之後 我們又可以增加3.77%的 地下水污水的一個完成的比例 在那裡以外 我們對於防災的防災整備工作 跟水利構造物的檢查 每一年每一年 我們在那裡培養社區 自主社區防災社區的成立 已經成立了28個 今年我們現在繼續在輔導它成立6個地方 就是防災除了政府部門以外 也要靠社區的力量 來做一個防災的一個工作 我們一共有28個自主的防災社區 那未來還有6個馬上要成立 另外就是說 我們目前有的水利構造物 包括像抽水站的維護這些 我們每一年都有整合公所跟水利會 再做一個防線整備的協調會議 就是說我們每一年要去檢查 說我們現在已經完成的這個 是不是有維護得很好 真的要用的時候會壞掉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有辦這個 今年我們也辦了這個 防汛整備的協調會議 我們邀請各鄉鎮市公所跟人海水利會 可以說它在防汛期間 它的功能要發揮 不夠的 我們就是用移動式抽水機的調度 來搭配做一個彈性處理 其次就是這個排水河流的清淤 這也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你很認真做 但是脫掉的也是會進水 所以我們這個工作一年都做兩次 我們都交給公所去執行 公所執行 另外山坡地的超限使用 這是用輔導跟宣導的方式 這個基本上是中央政策 所以我們9月份在中埔公所辦一場 10月11月在番路跟煤商要再各辦一場 主要山坡地的超限使用的業務 清查業務主要都是在山區為主 另外就是我們很重要的憲政一環就是社會福利跟環保 社會福利對於親子兒少家庭社區的基礎 我們在104年就是去年的7月 我們在民雄是一個日安民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主要我們就是服務這些親子講座 親子廚房 籃球活動 把這些活動來協助家庭的一些問題的解決 輔導 所以一共到現在為止 我們也做了有914件的諮詢 那我們也輔導了146案 第二點在社會福利裡面 蔡總統她的主要政見就是長照2.0 尤其我們家庭官是老人最多的一個官司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 社會局正在做積極的盤點 我們所有的資源以及溝通協調 我們最近送上去就是以民雄西口為第一個示範點 所謂長照2.0 ABC 的 我們已經得到衛福部的一個核定 明年開始我們會大量推廣到其他的鄉鎮 那這個要推廣的前提是 必須要鄉鎮先有日間照護中心 所以我們現在在協助像陸巢 六角 益竹 這個都是眉山 這個是老人人口很高的一個鄉鎮 但是目前一併沒有日間照護中心 所以我們現在縣政府 就是跟地方公所在努力協調 協助他們趕快來設這個日間照護中心 這樣的話我們明年要退這個 ABC 的這一個計畫 才會順暢 第二就是輔具我們產障人口 像全國第三者 所以有些人已經不用的輔具他可以捐贈 有些東西可以維修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二手輔具的資源運用 讓大家捐贈定點評估跟巡迴維修的部分 我們在法律區的據點是永蘭社會局本身 還有水上老人文康中心 三區的據點是民雄公所 民雄公所 大包公所叫阿里山 衛星所 那我們都是定期每個月或是每季都會有固定時間的一個巡迴服務 其實在新住民的部分 我們也占全國第五多 新住民早期來是說 怎麼融入我們的家庭關係 生活的適應 但是現在新住民已經慢慢的 也活出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新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創業模式 因為他們有戀戀家鄉情 就是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多元文化 所以我們今年也辦了加油中後山 戀戀顧鄉情 就是客人的廚藝 做出很多不同的料理 我們期待他們將來 在我們有文化觀光新時代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提供 這個多元的一個餐廳風味的餐廳 然後他們也可以做微型創業 所以我們現在依照他的需求 來做一些新住民的職訊班 至於我們的環保方面 我們露草風化爐 最近得到全國24座 專購24座的垃圾風化爐 我們的績效評估 評鑑是得到全國特優 就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在104年禽流感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是第一座用我們的氛化爐 把這個禽流感死去的這個 這個屍體 我們有一共收了1,600多噸 那今年露草級寒害的時候 也有差不多2,000噸的餘損 那我們都很短的時間 馬上就是 拿去我們的氛化爐 把它氛化 也減少病美穩的滋生 跟環境污染所產生的一些健康危害 所以我們今年才可以得到特優 其次我們常常發生一些 有人租了這些籠地亂倒垃圾 醫療事業廢棄物工業廢棄物 所以我們的環保局 現在用最科技的方法 我們有設監視器 比較困難去的地方 我們還是用空拍的方式來防止 所以我們今年 光是這個就防止了二十幾件 減少很多這種環境污染的 重大污染的案件 所以我們是會用科技的力量 去打擊非法的污染環境行為 那自立環保 我們除了河川污染整治 海洋污染整治以外 我們還有空氣噪音污染 跟噪音防治這些 我們今年也是得到全國優等 其中土壤跟地下污染的整治工作 我們又是得到全國的特優 我想我們的環保局團隊是非常用心 我們要給他肯定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在歡樂新港水上福島 他們參加今年 迎善友善城鄉環境選拔 他們得到精進級的 有帆路有水上跟新港 我想他們將來在這幾個鄉鎮的環保會做得更好 至於在醫療衛生方面 登革熱一直是這幾年來 氣候非常熱以後 登革熱是造成我們很大的一個工位的問題 像登革熱我們今年確定的是692例來的 本土性的就424例 424例 那嘎魚關只有發生一例是確定的 但這一例是因為在布袋 他是到印尼回去省清才發生的 所以這個表示說我們其他地方沒有 表示我們基本上環境的清理是做得還不錯 這個要謝謝我們所有縣民的一個合作 才能達到這一個環境 資卡也是現在一個公共衛生很頭痛的一個問題 那台灣目前的幾個案例 確立不都八個 但是我們家裡目前還沒有 但是我們還是隨時在宣導提醒我們的縣民 要小心環境的安全 還有我們的衛生習慣 那至於醫療機構的品質管理 我們是對於醫療這個都島以外 我們成立一個福島三大醫師公會成立 醫療糾紛小組 對於這些診所 他所產生的這個醫療糾紛 我們會福島他們介入去處理 這目前到目前為止 他福島的都很成效不錯 另外就是家醫館尤其是六家醫館 西肝情況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 這個肝病防治基金會跟我們合作 先從這兩個鄉鎮開始 來做西肝的防治 那目前的績效不錯 我們會繼續再推動到其他的鄉鎮去 另外就是對於兒童的健康 我們非常的注重 所以我們所有幼兒園 155個幼兒園裡面 我們都有協助他們來做 兒童保健整合性篩檢服務 那個拜託說牙齒屠火 我們有很多的整合性的體能 勢力做一種評估 給他們做參考 目前我們上半年完成了 158家是下半年要完成的 174家 93家是上半年完成的 所以我們會在今年內完成所有兒童 視力體力以及牙齒防火的這些服務 其實我們嘉義縣也是第一個 在我們佛化爐旁邊那邊設了第一個 毒癮女性更生人的中土之家 吸毒之後出來之後 有些是無家可回 回家有障礙的 緩家困難的 我們現在有這一個女性更生人 中土之家 裡面除了收容她以外 我們也輔導她就業 希望她能夠順利的重返我們的社會 這是嘉義縣在今年7月 7月14號我們正式營運的 我想我們也是第一個縣市去做這個 你夠有方面 我們落實友善教育 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我們所謂的品德 品德的推廣 所以我們今年 像美北、北回、梅山、國中 這三個學校的教育部都拿到 104年度為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的殊榮 在這以外 我們也非常重視學生多元的發展 強化她的基本能力的一個訓練 所以我們迪雕工 學科之外 我們也有農業餐飲 商業管理動力機械 電子電機 家政食品設計機械化工 十項的記憶教育 讓學生們可以做一種不同的選擇 所以我們今年在民雄、梅山、中埔、嘉芯、水上 五個國中 我們就做了104年度的技藝 教育專班 我們會持續再做 其他的部分 教育方面其實是 實驗三法通過之後 我們要怎麼用實驗三法去解決 或是面對我們偏鄉的一個教育困境 所以我們就利用它的生態人文 它的混凝教學 用行政的創新 還有共辦學校 四種不同的模組 四種不同的主軸 來搭配這個環境 教育環境不同的這些學校 來幫它達到教育的效果更好 我們現在做的真的還不錯 我想教育部對我們這一方面 給我們很多的肯定 其次對於老舊教室的整件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每個老舊教室都一次把它完成 但是我們去年 從104到106年 我們有辦了網寮梅山 鋪植國中 太保國小 蒜頭國小 厚塘國小 大南國小 光榮國小 以及財電國小 該會好好校舍整件 那我們陸續在做下棋國小 中山國小及主棋高中的校園校舍的重建 其他我們另外做了40棟 我們是做校舍的補強工程 這個部分我們盡量要把學校 兒童的一個學習環境 要做到一個最安全最好的一個學習環境 所以我們教育小孩 我們很注重的除了教室硬體以外 我們的健康的活力校園 健康促進工作 我們也經過教育部的評定 好像討厭 我以前專家好像討厭 得到教育部評定 特優的地方政府 所以我想也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所有議員報告 再來其次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強調 我們將來憲政的主軸就是文化觀光 文化觀光就是以故宮為中心 跟它周邊的像蒜頭糖茶 像文創園區 像茶葉體驗園區 包括美林美術館等等 我們把這一個以故宮為中心的 畫了一個所謂博物館群的一個概念來改造 希望能夠變成我們嘉義發展文化觀光的一個中心 以外我們山區搭配阿里山 另外正在興建因為工程的延宕 要到明年才完成的太平雲梯 那太平雲梯下面梅山我們有一個國家 我們有雲梯查到梅山驛站 這個觀光鏈解計畫 中間會有旅客中心還有轉運站還有停車場 會把整體跟太平的這個太平雲梯 跟162線的觀光線做一個鏈結的一個整合計畫 我相信可以大力推動我們整個台山線的一個觀光軸線 那那一區呢 我們還有這個高跟鞋教堂 這是一個開始 後面還有系列的一個景點的打造 正在規劃中 因為其中有牽涉到國土計畫法以及私立保育法的公告以後 有些土地要蓋就牽涉到我們必須要做土地的一個突破 所以正在處理這個問題之中 另外煩惱 煩惱的仁義潭水布我們除了嘉義之眼完成之後 我們也正在防止水質的優氧化 那我們也可再會在潭中打一個水舞的一個翻路 另外煩惱基本是整個旁邊的周遭的一個觀光 基本上是變成空間改造也正在施工 雲水水的溫柱 我們現在全部移交給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由他們去做整體的規劃 所以我們的23.5的觀光軸線 現在就是搭配的阿管處 雲管處跟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跟嘉義縣政府跟各個公所 我們正在努力打造嘉義縣15條深度旅遊的路線 在這以外 我們東石原碼頭每一年都有辦這個海之夏季 我們的故宮增加了海灣好行從7月開始 這個綠色交通也是對於我們觀光的推動非常重要的 那翻路剛剛講過的紫雲市周邊工間改造計畫 我們有今年是放了3000萬 在這個紫雲市的空間改善 在10月底會完工 雲梯的部分 它是在明年度 明年度才會完成 這個是一個跨域亮點計畫一共3億 這個部分是要到明年才會開始啟用 但是我們那個鏈結計畫 善意的鏈結計畫是現在開始規劃出來 已經在中央核定了 我們再來陸續再發包裝 神鬼傳奇的部分 就像我們過去往年一樣 從建德宮7月3號 31到8月2號的火燈夜巡 8月20號到25號的民用台書壓廟 這個活動人數都超過12萬多 蒜頭糖廠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整修蒜頭的五分車 我們希望把它沿到高鐵站去 變成我們也是交通 也是觀光的一個特色 然後中間整個蒜頭糖廠的東西倉庫 跟糖廠的廠房 我們現在是拿到文化部2億多的 再造歷史空間 我想我們現在開始已經在規劃中 明年度開始施工 到後年就可以陸陸續續完成 這個是2億1250萬 最後給大家報告的是 農業跟經濟發展 我們的樂活有機園區 一九月底完工 我們委外經營的部分 上網了兩次流標 現在在10月28號會第三次開標 另外水產精品價值園區 我們有很多養殖醫院 但是因為地層下限也沒有工業用地 所以一直都找不到適當的生產用地 特別是我們如果要打造光光工廠的生產用地 很難 所以我們現在找到一塊國有財產局的土地 我們已經現在是在報邊工業區 開發計畫現在目前 我們的開發計畫 目前正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中間 順利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到土地開發 以及園區的設置許可 設置許可 至於漁港的部分 佈在後來的部分 全部都會濾水出來 主要是說過期 當時以來 以前在做那些 從天堂 erstag 或 нами 這個上面หน的水間 所以會的水 INS 被衍入 所以這個地方是很難去補救 但是我們還是今年 遇過880萬 那些路面跟互岸的 我們把這些用地園水的地方 hepなど 所以今年颱風比 mineral化 都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唉其他部分 東實淵碼頭 我們也做了一些整修 最重要还是要跟在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上次临时会通过的新设置序幕 管理自治条例 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自治条例 不然这个居民跟业者之间的抗争 对立越来越多 那我们也谢谢医会的支持 我们在10月1号也生效 公告生效实施了 至于这个毛小孩 我们有几位议员很关心的 这种流浪狗的问题 我们现在目前都是临时收容所在民雄 那我们现在是做一个兴办事业计划 把我们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 再做地幕的用变更 跟委托规划 这个做好之后 我们预计106年完成 就是明年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办理园区的工程设计兴建 这个就可以增加我们收容 这些流浪动物的一个场所 环境会比较好 对于我们所有维护管理的人员 跟提高热氧力是很有帮助的 很有帮助的 其次 我再跟各位报告的是 有关我们的在地经济的一个发展里面 我们今年也拿到经济部招商评比的肯定 在我们拿到第二名是奖金4000万 4000万 这里跟议员报告 比较这一碗SBIR 微型创业的发展计划 我们今年也辅导了17家 17家在辅导这个微型中小企业 另外就是我们的地产基金 也跟我们在地产业做结合 来行销我们的在地产业 至于我们产业园区的开发 大普美一起 我们已经进入营业阶段 陆陆续续 我们都是根据2加1条款 要求他们必须要在交地之后 二两年最多延长一年的期限内 一定要新盖完成 防止它炒地皮 所以现在都是正在如火如荼的 兴建厂房之中 二级的部分 我们目前卖的差不多 陆陆续续在交地之中 他们也会跟比照一起的情况一样 也是2加1条款 让他们去盖 这样子的话产业在嘉义落实生根 一定是可以很快达到我们的目标 最重要我们还是都用单一窗口 让他们在申请建造 使造跟工厂登记制的 这个部分我们用单一窗口 我们都要求县政府的同仁 要在6天内 6天内可以合发执照的前提之下 希望能够用效率来提高厂商的兴建的速度 至于我们都市计划 我们目前除了各乡镇的几个都市计划以外 像我们限制都市计划 我们正在做变更 还有无缝特定区的一个计划 我们也做第三次的通盘检讨 其他还有一些个案变更 都是在进行之中 因为经过土地的都市计划的一个通盘检讨以后 土地才能够适时的发挥它的功能 最后我想跟各位议员报告的 无法建设是比较慢 不是今天做明天就有效果出来 不是一触口可击 所以这几年来这几年来 我们在认真经出各方的文化 广工的建设时 也很多人会不了解给我们五岁 但是我相信文化的设计 不会有阶级之分地域之北 很多中央官员常常会觉得 你们这种農業官 你们这种散的官 有需要这种文化建设 但是我一向都是坚持 我们家议官就是要推广文化下乡的理念 可以像法国这样 可以变成基础文化 广工的大县 因为大国的大县 所以在第十八代第二次定期大会 我也跟我们所谓议员报告 管政府驾议会不是竞争权利的对手 我们不是竞争权利的对手 我们是共同争取进步的伙伴 县政府跟议会是共同争取进步的伙伴 所以要促进嘉义县政的改善 是我们县政府择无旁贷的任务 也是希望跟我们议员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 所以过去虽然我们被批评成文化沙漠 但是我们现在的家议官已经慢慢地在文化观光方面 我们已经慢慢有打出知名度 很多人看见台湾也看见嘉义 所以我们希望这条路虽然有点疲惡 但是我们就是建议我们的奉务 让我们的家议官 未来不久的将来 我们文化观光会是带动我们家义发展的一个引擎 以上是这次我们的施政报告 这请各位议员给我批评指教 最后我要庆祝我们这次的大会 顺利完满圆满 谢谢大家 谢谢 官长的市政报告完毕 我们这次我们的接线的时间 我们还多两天 所以说 你让我们所有的这些议员对我们的局势要了解 多两天的时间 让你们大家问一下 对观众的市政报告 怎么 咱担大议员 来 张议员好 大会主席张议长 然后张县长 宪府同仁 然后的议会同事 各位伙伴 媒体记者先进大家早安 大家好 县长我刚听了您的市政报告之后 知道您的重点就是要发展我们嘉义县 就是未来是朝文化观光下去发展 那其实我还蛮认真的把你从 你就职之后 你每一次的市政报告 我有大概看了一遍 然后您在98年底当选到现在 已经是7年了 要满7年了嘛 对吗 你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那是田园城市 就是我们田园城市行动的元年 然后在隔年你又告诉我们说 你要发展嘉义成为一个嘉义移居 希望大家可以移居嘉义的新奇迹 接着你也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你县民所需要的是稳定工作的保障 安定的生活是基本的 你会努力在各方面提升我们的经济方案跟就业的措施 希望可以提升就业的机会呢 促进人口外流 那在你联任104年联任之后 你的第一次定期会 你告诉我们说你要发展嘉义新时代 你认为说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 才是解决嘉义困境的当务之急 那你也知道说创造就业机会呢 我们嘉义的子弟才愿意回来家乡 才能让青年返乡 好 然后在上一次的定期会 你也告诉我们 你参与政治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嘉义的乡亲创造有尊严的工作 让大家都有小康美满的生活 那为什么在你剩下的最后任期这两年 你忽然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要广泛的呢 要兴建我们的博物馆 文创园区艺术馆 那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说 你要忽然改变成说 我们嘉义长文化观光发展 你要盖一个博物馆的群聚落 包括张议员 一个聚落群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发想法 这个没有改变 我们一直都是往这个方面 我们还是以文化观光为底蕴 以农业是我们最重要的产业 但是农业自己去走 是我们整个国际 台湾是小秋快 人工高 农村人口老化 农村凋零 所以我们的农业呢 我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循环型的农业经济园区 等一下 你刚说农业县长 你之前都发展农业 你说我们是农业大县 所以我们要发展田园城市 所以你当初有设一个热火有机园区 到现在还在流标 那个花了一亿多 对 所以你现在要朝那个博物馆的聚落群下去做发展 我想请问一下经费是多少 你有评估过经费是多少 就是做这样的博物馆聚落群 经费需要多少 这个经费应该是在7亿 但是不会用宪政 我们现在是希望中央补助以外 由民间来捐助 县长你有想到一个问题吗 你经费目前规划是7亿多 可是当你今年在8月的时候 你才炮打中央 你说中央一毛钱都不给你 他没有给我们 对所以 你现在跟我说 你除了你的事实报告里面写说 你要跟中央争取经费 然后限得至筹款 跟在乡民间募款 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嘉义县政府 我们要下去经营的博物馆 你有考虑到未来的人事问题吗 人事营运管理吗 咱的嘉义馆有一个表演艺术中心 我相信上一次的定期会 是我也有技术过了 那也花不少钱了 我们就由头到历历历历历了 你现在还要去美术馆 还要去博物馆 还要去文创园区 这些经费维护呢 你也说没有钱啊 经费不足啊 所以在那儿流口啊 然后头到那儿 那些地板都赶快都 剥鸡都拭开了 而且还要去买账啊 我请问 不然你现在去博物馆 你要买什么呢 买账了吗 瓜哥议员 我们跟中央争取 所谓当代博物馆的意思 就是希望由中央去 营运他的出钱 他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样子中央就有自己 多话 由他们直接自己下去做就好 你再说由民间募款的话 你看你的 我在你的施政报告里面 我看不到你的食安大楼在哪里 这是你过去这几年来 一样你一直说你要 要营育食安大楼 说我们是农业怎样 然后让民众 就是食品安全的部分 可是在你的施政报告里面 我看不到食安大楼在哪里 我们食安大楼现在还没有盖好 那也是要你去募款的 请问一下那后续的经费呢 在哪里 我们食安大楼都没有用到 县政府的经验 我们的硬体到明年四月会完成 对没有错 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设备现在也正在 都没有用县政府的资源 所以你有办法去保证说 就是你未来的话 经营下去经营食安大楼 下去经营这些博物馆 人事费用都没有问题吗 营运管理都没有问题吗 我们整个营运计划 现在都正在规划中 您只剩下两年的任期 你现在大事兴建博物馆 你要让 后一任的管长要怎么去处理 要给你穿这些的负责吗 你也知道 你自己在八卦时 你在新闻报道也有说 你赢了你负责277亿喔 新闻报导说的 你负债了277亿 那你现在还要再继续做 做这些 然后让 再留子孙吗 就让下一代后面的人不好做吗 你只剩两年的任期 我觉得应该就朝你原本的 施政主流下去做自己 你应该要认真听一下我的 所谓的报告里面 我的任内 七年里面 我还了六十几亿块七十亿的负债 在前面因为 可是制造的更多啊 没有更多 我还了七十亿 两百七十七亿 你还了七十七亿 那剩下那两百亿不是也是负债吗 也是多出来的负债啊 对不对 所以你欠的比赢的 你贪的 根本就没有赢的 你竟然说要开源节流 可是你现在不是在开源 你觉得新建博物馆是在开源吗 是在开源 明明就是在增加我们的负债啊 我一个一个打好不好 今年宪政的财政 你要现在是要 我们的宪政直选在回答 还是你现在 你在历届的 你在每一次的定期会 你都有说 其实大家是互相一起合作 就是议会跟宪福是一起合作 你这样的态度都不是在跟我合作 我要讲给你听 你又不听 这都不像你 你说过 我们是一起合作 那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在地方上听到的 绝对不是说 我们的嘉义泄民 需要的是艺术品 博物馆 那些大型的公共艺术 他们需要的 真的就是他们就业的机会 然后希望有一个 良好的公共的托育育儿环境 就好比我提案 那种亲子馆 那不用跟全家的 那有可能你一千万 还是没多少 几百万你就有法度做的事情 你跟我说没机会 你今年你现在有法度说 你要去博物馆 去美术馆 美术馆 台北也有啊 你的当代艺术馆 台北施历也有一个 那个莫卡当代艺术馆 都有啊 美术馆 台中也有啊 高雄也有啊 所以你要怎么样发展出一个特色 更加不一样的 更运况我们是嘉义的农业大县 这是您口口声声说的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的 现正 就是你的施政有点不连贯 到了后面最后两年了 你才要去说我们要新建这些博物馆 我一直都很连贯的 没有不连贯的 现长我也跟你说 因为你说我们是合作的对象 我相信 真的名义代表 我们请听名义非常的重要 那我愿意站在这边告诉你说 我听到的名义是什么 对我也希望您可以接受进去 我也希望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是要宪政 总职员回答 要施政报告 这样给你回答 或是说要 这么想说啊 我们这间 我们的管制 你要知道一点会计学的基础 我们的税出多少 税入多少 税入只有多少钱 我们税出是多少 所以每一年都会有差 你往后讲对你的重变 我的一个一个就给你回答 我现在问你一个重点 你博物馆你经费 你说你要怎么来 你后续你怎么样营运规划 我刚报告议员 我们里面都没有叫县政府 去编略预算 我们是跟中央争取 第二个方向 就是跟民间争取 因为你要跟产业博物馆 我讲完嘛 我讲完啊 你都一直这样切入 你一直要把这个 长照儿童馆拿到这里 这期 这个文化是文化 长照福利 社会福利是福利 教育是教育 不一样的 你不因为说 家庭官现在来做一个教育 还是来做长照 就好 村子都做卖子 不可能家庭要往前走 我们必须要走出一个方向 所以经费哪里来 我们经费就是跟中央争取 然后最好是营运 由他们去营运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要跟民间募款 然后由他们去营运 就是两个方式 并不可能由嘉义县政府去营运 这个没有 从头到尾没有 我们去中央简报也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人要营运 你说十万大了 应该没有人要营运怎么办 没有营运我们又不一定会盖 什么叫没有营运我们不一定会盖 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我相信我们有把握可以做到 你不要把这种 我就举一个表演艺术中心为例 你现在就是光一个小小的表演 以前每个县市政府都有一个表艺中心 嘉义县是最后一个表艺中心 你连那个艺术中心都照顾不好了 那个叫做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 我们现在在当代艺术馆 并不是嘉义县历当代艺术馆 我从头到尾没有讲 这是嘉义县历当代艺术馆 我只是在报告预言 我们在争取发展的方向里面 我们希望能透过民间跟中央政府力量 来发展国务馆群的概念 这里面并没有预算里面 并没有说县政府要编略多少 去做当代艺术馆 那我们都一切在努力中 也没有 我刚才用嘉义县政府 您说我们规划的经费里面没有吗 没有 好我现在请教你 所以你先看完以后 好县长 我要一份资料 查体验 你听我说 查体验区高山查主题场馆 新建工程委托计划监造技术服务 这个是9月26到10月17招标的过程 文化官方局长 这个经费是1168万 我要这个你经费是哪里来的 去年我们省预算的时候 没有这个1千多万什么盖茶叶体 1千万我报告议员好了 不用那个文化 1千万是 没有一样资料给我 1千万是农委会补助的 我去要的 我们 可是你们的招标公告上面 没有写说什么农委会补助 你们如果招标公告的话 有补这多的话 你们下面会写说这个是什么地方补助的喔 文化官方局你给他回答一下 我是没有管到招标文件 1168万哪里来的 因为我跟这个一眼八号 我们一般招标文件应该不用再写 所谓的经费来源 有有有 有 你下去查 上面会写说你是文件会的还是农委会的 有 文化部的都有 您进文化官方局的就是 你现在可以马上查 好 没有关系啦 这是不是一定要写我不知道啦 那你刚说我这个是哪边来的 我要那个所有的文件资料 还有你这是决标了吗 这是农委会补助1000万 现在我168万 就很清楚回答这个战议员好不好 好 然后我还要几个资料 一个是 一样8月31决标的 105年度嘉义县博物馆与地方文化馆 发展运筹机制委托专案服务这个 预算150万 8月31决标的 还有你6月28号决标一个 嘉义县维行文创园区委托规划设计 技术服务案 预算668万 我想要知道说这些到底是从我们 去年度的预算是哪边来的 我要知道麻烦你给我谢谢 好以上谢谢 我们那个文官局长和解决资料 给张议员 好 李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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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用心给你看 谢谢 给他看了很多 年后 理所 市政报告的问题 有时候要说起来 就目标而已 有這個方向,有這個目標而已 會成功,不會成功,都沒關係 我要說啦,有機延期啦 很多議員都在說那個有機延期 當初是那些要吃雞的,他不肯肯去那裡吃 你看看,流表那一道都表不出來 代表說,你東西做做的 心事都沒有人,沒有人有那個議員要來參議 再來,要外隊,要交這個長江 偷偷去抵抵抵 你怎麼投家囤囤,整理你的 你看看,流浪過 炒仔不用花拌線,他又發得亂 你猶猶一片 所以說,政府 當然,你市政報告裡面,我簡單幫你打幾句 你們自己想看看 因為如果要做這項的時候 國不不,國科室,科極處 我們才好來討論 再來,問一個比較緊張的 館長 等一下,說要去哪裡 我下午,飛機要去日本 因為明天早上,世界茶葉節 在靖岡縣 靖岡縣的知識就是 世界茶葉理事會的理事長 去年我們辦,今年我們辦博茶的時候 你自己去而已 我去文化局的余秉秘書 還有我們的那個辦茶博的 張鈺清,兩三個去 三個而已 我們禮拜天就回來,三天 不怪我們這幾天剛才都 收拾我活動 不怪啦 好啦,還要去拚 這個觀光的,這個貝美的 這當然,還沒有幫你反對 我們有廠商一起去啦 什麼啊 也有廠商報名一起去 也有廠商 我們三區的一些廠商也有報名一起去 因為要去看看,看怎麼辦就對了 我要稍微了解一下 不然你這樣 沒有問題啊 不是耶 本身是在說 太廣用 剛才我嘉義官議會 這規定議會 館長你這裡出國 對不起喔 要尊重 嘉義官議會 這不是嘉義官政府對一個科學家 這是鑑督機關耶 專門在鑑督你嘉義官政府的 這個嘉義官議會喔 你要出國 或是有拍一些 要做的工作 那時候他不來大家參選 對不對 這個時間你就是應該 很認真的 當然要你 官政府的團隊 在這裡 來受到嘉義官議會 這些議員 來好啊 大家來開這個定期會 齁 來研究這個觀眾 要怎麼進步這條 你剛才我告訴你 這個你都要再聽不下去 以後要檢討 好不好 好啦謝謝議員齁 因為這個日期是很早就定了齁 然後我們八月就回答說要去 所以他行程裡面有寫致詞的齁 包括日本黃市都有參加啦 所以我那時候有請問過議長 我要不要講不要去 他說那還好齁 這個只有前面這兩天還沒有公 那個我的部分齁 所以我是很 我們去三天就回來齁 這個要坐去 又回來齁 也是很辛苦啦 也是很辛苦 我不是說為了要出去玩 所以我在這裡 一定要很清楚的跟議員報告齁 不是去這途 對啦 蛤 我不要在這裡 我都自然美 我天然賭自然美 我從來都不打太白吃 謝謝議員 我們知道館長有 有提早說 有說說 我們這個時間 我們有白 對啦 跟他說不一樣的啦 對啦 來 來 田議員來 謝謝 先生 不好意思 請教一下 因為你剛才有說到 我們民眾六球嘛 我們在9月19 有一個 我們已經檔透 破透嘛 可是一直到現在 為什麼都要不檔工 所有 所有應該說是民眾人 很關心嗎 以前我好像接到的電話 可能有40通 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要請林詠福處長 因為這是他們建設時間 不是我們管政府時間 所以動土之後是他們在施 所以我們管政府是騎在 因為我是負責 這是我爭取 然後我們負責土地徵收 我們編了9000萬的土地徵收會 跟土地的地幕的變更 跟徵收 是我們來做的部分 那至於工程他們要自己發包 所以我們就配合他 所以你知道101年爭取到以後 拖到今天 今年才動土 但是動土也是他們營建署找的工廠 廠商 所以是不是 處長沒有關係 你就是等一下再回我 好不好 是 那另外那個 縣長 還有就是針對 你有提到那個污水處理廠的問題 那民雄污水處理廠也快接近完工 接管都快完工了 年底會接管完工 那現在就是說地方上也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你接管完工以後 對於地方 這些鄰近地方的那個回饋機制 我不曉得是不是有做這樣子的一個 自治條例的一個機制 現在那個處長 你不要不要再那個 因為我聽到很多 包括我們自己本鄉的大鄉長都在講 就有講說縣長因為是 這個地區的村民之前抗議不讓他設立 所以沒有這個回饋金不給這個 這個村裡的人了 已經把它取消了 所以我要在這個大會裡面 特別的請處長還有縣長 是不是要澄清這件事情 這個是不是處長 我是不是簡單回應一下 因為回饋金的其實我查起來 我們大概在96、97有訂一個自治條例 但是他的那個回饋機的來源 是收取使用費 也就是說我用戶接管的用戶要先去收費 拿出一定的比例來回饋給 就是污水出場所在的那個村裡 還有包括公所的部分 那因為現在現階段 因為都還沒到談到收費的問題 所以是回饋機制是完全還沒有就對了 還沒啟動 不會因為縣長說 因為你的抗爭 所以縣長你就不給這個 從來沒有這樣說 從來沒有 都不至於這樣子 好好教你的土地 家裡都會不會說 沒有 我沒有這樣說 我要澄清一下 那還有就是因為縣長 對於我們那個 從陽敬老金369 其實所有縣民真的是對你非常的 非常的鼓掌 說這個縣長真的很好 但是有好多的地區好像是很多的鄉鎮 就像竹崎它多了一千五的淨老金對不對 那好像西口也有多了三百塊的淨老金 那我們民雄去年度沒有 今年度鄉長又編淚了 那這個的所謂它鄉鎮多出來的這個淨老金是由縣長您在縣府裡面提出的嗎 沒有沒有 沒有嘛 但鄉鎮公所自行的 但是這些審計處都會糾正 是鄉鎮公所自己的經費嘛 那包括這些經費好像也有一些鄉長 當然啦 沒有 他們自己鄉鎮公所的 他對這個縣長可能是大大大力的推薦 又大力的這樣 不要說拍馬屁 他只會講三千六千九千出來的部分 所以都沒有嘛 所以包括我們民雄兩百塊也不是你縣長 不會不會 管口出來的 都不是 是 所以 你家在哪裡都出我都說八十歲的 都說你拿出來 現在北鄉鎮要給你偷看要怎麼樣 不會啦 所以我也希望說 如果是縣府的管口出來 每一個鄉鎮都會一樣 那沒有啦 那鄉鎮自己處理的啦 是這樣嘛 好那謝謝縣長 好 來來 那個啊 管政官 王議員 這個齁 剛才完政議員在說的齁 他說這個 親子館也好 還是說這個 你所說的長照也好 其實我個人有一個看法 我們施政 我們有我們的輕重反擊 當然你在這幾年 你所說的 你有這麼多的想法 看法做法 當然呢 也不是每一項都做得很成功 啊 剛才你說這個文化藝術的部分 這點齁 郭文在我們的政家裡嚇到齁 大家所反映的齁 很多人說 啊 那對王子 他去嚇到 齁 啊我說 啊 你說 啊 你說 啊 這個齁 那說的 鄉鄉 說 來設在那裡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啊 所以我說的意思就是 你不得咖就一定要做那種東西 齁 因為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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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的和尚不一定就比较会念情 所以我是跟现场建议说 以后我们是调整的方向 不用在角度 要走这个 这个长照跟这个亲子馆 我感觉真的在我们教育园 很有需要设立的 因为是怎样 我们教育园你看看 整个看 中间年龄转的人 二十万岁到五六十万岁 几乎很少 都外流那么多 外流你看整个阿公阿嬷家的都孙了 所以有时候 你说阿公阿嬷要带孙是 上下课以外的时间 你这个中间亲子的部分 包括幼稚的部分 我们都需要 要有一个完整的配套 所以我是说 刚才完成了你说 我觉得现场你应该是 你自己再修课一下 要做一个条件 你想我们最像 靖西国小 这到底是享有地 但是建筑是我们的 给关心会过去的教室 那是我们的所有 但是现在 我所了解 并效后 公所的想法 做法跟我们关心会 想法 做法 不一样 公所有想要去做一个 类似大卖场 那边 但是 地方的面移 大家都犯罪 所以 我想像这种情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并效的 这个 闲置的校区 我们做长照 也好 清支馆也好 这都可以 不需要 我们再开花钱 再去 再去设 像你现在要去这个 茶叶博物馆 这种当然 虽然是重要的经费 但是呢 这个经费也是 就是我们八成的会员 包括 现在 我们八回公园的第二馆 未来的这个营运 跟未来的这个管理 我希望现场 你要好好一个时刻 不可以 改变文字馆 虽然是重要的保障经营 虽然是我们管路稍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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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希望说 这未来 这个重点就是 后续的营运管理 你要 做一个妥善的规划 不可以 去去之后 还有没有什么作用的时候 这样 对不起八成 我简单几点建议 谢谢议员的指教 我想 议员的建议都很好 我们也都有听进去 但是宪政 很多 有教育 有文化 有地震 有消防 也有产业 很多面向 不是只有做一个面向 大家都可以吃得饱 那有一些像文化观光这些东西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都有考虑到将来的营运管理 因为我们有的管建会 以我们目前穷劳苦的农业线 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营运管理 所以我们有些东西是 包括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太阳馆 我们现在就是会交给自然科学博物馆去 后面就是交给他们 内容他们可以充分去营运 但是这个地方做起来以后 就繁荣你们在地的水上 管建会不要用 水上工作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 包括十安大楼 营运计划 我们也有后续的营运计划 因为我们也很清楚 管建会哪有可能再去负担营运的成本 你说即使我们去争取了当代博物馆 我从头到尾都跟他讲 我不是要争取嘉义献立当代博物馆 我要的是一个台湾的当代博物馆 因为我们已经有故宫 那是老旧的文化在那里 要有一个当代的艺术 包括这个像雕塑 这样子我们现在的人 怕当代艺术会比较有感觉 这样子两个去呼应 我们才能创造我们的文化产业 博物馆要创什么 博物馆就是你现在看不到 因为博物馆这些是收入门票 你都还考虑它营运 当然那不是赚钱的东西 但是博物馆是带动今天 博物馆整个产业观光旅游业的 一个最大的基石 所以我们说文化观光产业 就是你说 不是它本身可以冲着多少 但是有加了123的博物馆起来以后 就很多观光旅客来 就会开始创造我们的这个产值出来 会带来人潮 这个东西没办法现在跟你说 今天起来我就有人 但是那就是妈妈一直起来一直起来 汇集一个人潮以后就会有前潮 所以就会有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是怎么说 我们没有放弃教育啊 我们也没有放弃长照啊 我们也没有放弃所有的这个消防 但是这都要做以外 我们还要选一个后面 可以让我们未来的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就是要靠文化观光 射了我们的農業 才有机会有相成的效果 不然我们教育观金本上 刚才我说的重要 24季工业列车一台一台过的时间 我们措施每次的机会 家喻就是没有产业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 把这些观光景点 所以你告诉我 保护馆你有什么团队吗 你去保护馆要做什么 还不能吃饭 保护馆不能吃饭 那去保护馆 今天法国 在国 荷兰 西班牙 就是靠这些保护馆 吸引了很多观光人潮 你们到欧洲去也会去罗护工 去罗护工只有一天 其他时间你就在 就在那个法国在那边 逛一逛啊 游览啊 就会花钱啊 这就是因为这样生涯带来 这个叫做软实力 巧实力带来的一个产业结构 所以我很希望是很理性的 跟我们的议员来沟通 不是跟我变说 你今天文化馆 去到这里今天可以吃饭 不行了 但是很多的博物馆起来以后 它自然形成一个产业 跟我们的观光景点 跟我们的农业 这样再带动农业 所以我想基本上 我要跟各位强调就是在这里 我想我一贯都是如此 没有说去年跟今年不一样 只是我每一次的这个定期报告里面 有一个重点跟各位报告 并不是说我告诉你 那些东西就没有在这里 东西也是继续你走 只是我要跟各位讲说 因为故宫完成之后 我们的茶体验园区 因为家宜关 客山 双枯位绿津就是阿里山高山乌龙茶 那一直这一个是一直要盖在台18县 但是因为土地 那边土地根本不可能让我们盖 所以我们敢盖在这边 希望故宫带来人潮 能留到我们附近 一出来是我们家宜关 提示 不是说大家来就走 大家都来就走 但是一想 跟议员报告 我想我们是可以理性探讨 但是不是对抗 这样嘉义才会进步 我在这里也是拜托 我们议会 可以全力来支持 嘉义宣政的一个推动 以上报告 好,來,翁議員 市長,不好意思,你剛才有說到這個白色的太陽館的部分 你現在是要向這個科博館來進行嗎? 我們現在正在跟他討論 是不是蓋好之後,因為裡面還有內充的一個設備 包括軟體要不斷的一直增加 所以科學博物館是有很多的專業人才跟設備 所以我們希望是他們來接管營運 他們頭節也不需要,我還要派人去 當然,先生,科博館能不能來接管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我們就是已經跟他談到這裡來 我是希望你可以用這個方向來 已經在談了,謝謝 不可以,一些這些過去的這些都來在這裡就事重演 好不好 好 來,來,何議員 縣長,縣國會同仁,議長還有議會同仁,大家好 其實縣長講的文化觀光發展的走線 事實上,我個人是很認同 就是說,其實我們嘉義縣雖然是一個農業大縣 但是這個農業的基礎不能忘 但是其實我們也要不斷地找尋脫胎換骨的機會 所以這個文化觀光發展這個博物館群的方向 我個人是非常認同,也支持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說我們嘉義縣 並不是說只蓋了博物館,只吸引了光客 事實上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縣民的文化素質可以提升 那關於這個部分,事實上我覺得我們可以 就像博物館一樣,它可能不是一個短期的建設 它是一個長遠的投資 那縣民的文化素質,它的道德水平 或者說藝文欣賞的能力 甚至說整個變成它生活的美學 提升它的生活品質 這個部分是我們可以要去投資 然後去努力推動的方向 那關於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嘉義縣 我們現在已經有成立兩所社區大學 一所是義山大學,一所是義尼大學 可是相較於其他的縣市來講 我們的義山也好,義尼也好 我們每年的經費只有大概六十萬元 兩所加起來才大概一百二十萬元 但是光台南,你比較台南也好 你比較,甚至財政比我們更艱難的雲林也好 其實他們光一個社區大學一年,就是一組人馬 它的營運的預算規模就有一百萬 那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現場應該是可以再多用心 去投注資源,然後把我們憲民的這個文化素養 藝文欣賞的能力,生活美學 這個軟實力,你一直強調sock power,然後巧實力 這個部分把它對稱的這個營造起來 我覺得對你未來這個,你蓋了,就真的落成 真的能夠實現這個博物館群之後 其實是相得益彰的 這個會對整個嘉義線的這個翻轉 脫胎放股非常有機會 非常有大能益住 所以我這個部分,我真的是強烈建議 這部分多益住資源,多加用心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報告書看起來我覺得 嘉義線很多鄉鎮的居民都會很有感 就是說我這樣看一看 好多鄉鎮都有一些重大建設,重大活動 但是我身為一個主企的議員 是看起來有點落寞 翻一翻,大概只有就是 那個第五頁就是 行善團在主企做了兩建橋 那其他我看到好像沒有一個專門項目 是特別強調主企的部分 那主企的人可能會感覺非常的無感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年度的工作報告 我覺得 當然整個嘉義各鄉鎮都有工作在推行 嘉義在進步很樂見很祝福 但是其實現在也沒有忘記我們 同樣都是身為主企同鄉 也是要不要忘了主企也需要發展 也需要重大的建設 好 以上謝謝 謝謝何議員 我想你千萬不要說我忘了主企 主企在11月12號就有一個 國家藝術兩院的藝術出走 阿湘的惠葉書跟陳鎮的合唱團 另外我們還有甘馬姐就在清水公園 清水公園在今年初的時候 所以完成它的天空步道 花仙子步道 那我們現在行善團做的兩條橋就是 我們曾經很 很那個 那個觀音瀑布 就是在莫洛拉克風災整個地形地貌變了以後 我們沉寂這麼久以後 現在地質穩定 我們這兩條橋做起來也很多的經費 做這兩條橋就是進去的路通了以後 我們後續的工程才可以做 所以都有在做 你說內包啊 我們的星空廣場 我們整個其實老街的改造都是做很多 不是沒有做 你要去慢慢去體會 你可能沒有去注意到 但是我們不會把主旗忘掉 尤其是我的故鄉不會忘掉 只是我們都是根據每個鄉鎮的 它的環境跟特色跟文化去做不同的發展 那至於社區大學的部分 我們當然沒有像 我們也很想要像台南這樣花那麼多錢 但是他們的預算是快1000億 我們是200億 如果台中跟高雄跟新北桃園 那個都是將近2000億 所以我們是不一樣的一個財政狀況 至於營嶺 我希望是能贏過它 但是營嶺的財政是多我們10% 我們13.2是20% 你要計我們10%的收入 再來他還有略經的回饋經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在目前的很困難拮据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都盡力在做 當然議員所提的 我們會盡量再努力再往前 以上報告 好啦 來 安三 請問要請 莫菲婷 請問問 有一個希望嘛 有一個夢想嘛 啊 所以講完有一些東西的設計 設計說我們的施政方向 叫我們的施政主題 是不是有我們禮物 但是我相信 在這幾天來 我們的改觀的官民應該 都有看到 都有無共同 在我們上面跟我們的團隊 裡面都做一個施政的無奉接過 還有在這個部門裡面 我比較注重的是說 所以說我過去裡面的生活環境裡面 我們比較有環境 我如果要說我是一個春風少年那樣 青春不留白 我也風洞過 我也不怕過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剛才很好的狗狗的環境 叫我的老師 他不讓我放棄 在這個部門當中 在我們狗友的施政方面裡面 我看到就是說 尤其在我們館長 請這樣說一句話 再怎麼哭 也不能讓我們的孩子吃苦 在這個校舍 會高校的改建 還是他的補強 當中裡面 在這裡 在這裡我要建議 我們庭院長 是不是可以 尷尬到 學校裡面的勒動 行體育館 議員可以做一個重點性的一個整理 尤其是 尤其在 剛才我們指援議員 說得到 尤其在我們庭院長 尤其在我們庭院長 對得到得到你的高校 也有非常關心 當然 我一直在園海地區裡面 出身的一個議員 我對得我們園海 平衡的高校 我也有非常支持 尤其在 當園國中 當園國中 當園國中是我們當社會 為了一個國中 但是到目前為止 競然要沒有一間勒動 在這個庭院裡面 我已經有反應兩年了 在這個庭院裡面 我希望說在我們庭院長 是不是可以 但是要做事情的重點 在夠讓庭院裡面 尷尬到 當園國中 這個偏圓的一個國中禮 對這個小孩的受到患 教育到的環境 可以做一個改變 可以讓我們偏的經理 做一個重點的一個政策 可以讓我們這個 當園國中 當園國中的西川 可以有一個勒動 是不是 要拜託我們庭院長 可以對這點 大家有對我們重點的事情 謝謝蔡議員 議員金關心夠用 我想我們在座每一個議員 包括我們縣委團隊 也都很關心 但是請我們剛才說 因為嘉義縣有七層的學校 都是小學校 小校 甚至有三層 都是五十人以下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去發展出 共辦學校 行政創新 包括生態 人文這些特色的 學校就是希望把 有限的 效益資源集中 但是這幾年來 香港政府已經都不 包括高中都已經都不鼓勵 興建 教育禮堂跟運動廠 因為以前說這部每天都在用 包括就像社區的活動中心 大概這幾年來都已經 中央都不太補助這些東西了 所以我們管政府 依我們現在的財政的困境 我們會盡量叫教育處去研究 看看有沒有風雨教室可以用 因為風雨教室是定義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中央從來 以前的禮堂是中央走 都三層頂 現在就已經沒有這個制度了 所以現在有雷等的 都是早期的 只要靠管政府去 勤募一個學校的雷等 很困難 所以你講的部分 我們比較偏遠地去 我們是不是要請教育處 再去研究看看 有沒有其他結合其他的社會資源來做 我們在研究 或是就用風雨教室的型態來做 好不好 好 謝謝市長 母親 本來我是今天不想要講 沒有了不要講 三兄有在講這個交友問題 剛才我看到我們管長來報告我們 我們要教育創新 不要把偏向來翻轉 這我在過去 怎麼跟管長一起 這個教育資源的合併 會整合的問題 其實 我們阿桑哥 統議員國中的這個 這個雷等的問題 其實我們管長和我們教育處這邊 還可以來 去思廣義 相信這簡單 我譬如這樣說 我有時候這樣說 我譬如說我們在六草鄉有六斤國燒 有六斤國燒 有六斤國燒 啊 當然 所有的小孩 加一加也不超過五百 我心裡說 那天我就在處處在開港 我說 不想擲到大 六草鄉已經夠好 他說這樣可以升一行兩千萬 一行兩千萬 這屬性的 啊當然我們在這個 這個 教授中說 牽涉到 科工的問題 一些 這個 這 這 這屬性說起來 可以去做 我們家裡是一個農業館 很多偏鄉的地方 小孩去照 我是覺得我們可以這樣做 像我 我有提案 有 真正有提案 也有在說這個問題 屬性說起來 這是你管長 統合的市政 的一個 一個目標 怎麼說呢 你如果 這個政 譬如我們六草 來做一個 這個模範的指標 給你們示範就對了 但是我前提要你講 你生的錢 不能拿回 一家可以拿一半 老了六千萬 譬如說 一家兩千萬 老了六千萬 就是自如我們路草高校 我們把我們這些 小孩都叫來 露草高校賊 一個小孩 一年差不多 我們幾百萬左右 這個 這個 這個小孩來審想 簡單這樣說 當然這 這當然牽涉了很多問題 是不是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讓它思考 我們現在的官府 一百二十一經 國校 你如果 沒辦法像我這樣 爭上起來 因為現在的孩子 爭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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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上 爭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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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來我們這裡討厭 要拜託議員 拜託我們這裡的館長說 你幫我報名一下 那到最後的館長會成長起來 會活化起來 所以我希望我們館長就像這個 我們現在偏向的館長要照顧 是不是這個問題要思考一下 這個未來 我們家的館會變成 全台灣的館長的 變成公辦修理小學 讓人家的 用著很少的錢可以躺在這個好的館 所以我希望這張 是不是可以麻煩館長得更費心 我們經合起來 我們教育整個就存在很多錢 真的存在很多錢 一雙 謝謝林議員 我想 教育每一個孩子 不管是偏鄉還是都市 都有他的受教權 我們都注重每一個 過去因為交通也不太方便 所以不管你再怎麼偏遠 我們一定都會在當地 讓他就讀便利 設一個小學 然後再大一點的區域 中心再設一個國中 這是大概 從台灣口到台灣 我們所有的教育的概念都這樣 但是環境時代在變 現在很多路拍通 交通也很方便 所以現在從教育的理論來講 孩子很少 老師給我們比孩子多 對孩子的學習能力其實是一個 不一定是正面的 就是說他沒有共辦學習 他就沒有挑戰他的競爭力 所以要有共同學習的效果 是比較好 但是他到底那麼偏遠要怎麼樣 所以我們才會有實驗 這個小學出來 實驗三法通過之後 我們第一次就把太平 太陰 紅山 嚇人河 非常偏遠的地區 我們把它集合在一個地方混凝教學 跟他的生態環境做結合 然後有共辦學習 這些計畫都把它塞進去 其實教掌一開始都很抗拒 到最後他覺得 這對孩子的學習能力比較好 但是一開始我們要去 說服他們是很困難的 孩子我就要抬起 我教學也一樣 所以我們在推動的過程 是有一些困難 但是現在慢慢做一人出來之後 效果不錯 所以議員你那天有去太平看 所以你一天看到那個效果不錯 所以我覺得教育 我們因為環境在變了 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但是議員現在提了更大膽的 要進的概念 就是說 不然我們操縱一下就好 你們如果有辦法整合 我們也可以來配合 但是這個一定會面對 有一些比較正確的 他就說我孩子要搬去特殊不方便 當然我們這個學校裡面 我們會考慮到交通的運輸 保險都給他 但是你們如果地方能夠整個共識 我們跟教育處就可以來談 審計說我們所節省的監會 是不是要留一半 甚至比一半更多 我們都可以留在鹿草香 只要說地方有形成這個共識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以上我大概回答 林牧會議員對於教育這個看法 來 香檸 縣長 我本來也沒想要說 不過剛才 沒想要說就別說了 不是因為 然後蔡林三議員一開始就說 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 這句話其實也是我本來 暗算要站在那裡說的時候 要說八億 其實我們自己的財政 財政結構 其實是遇到先天不足 跟後天失調的情況 我知道說嘉義縣的負債 有兩百七十幾億 但是這絕對不是在你任內 就累積這麼多的負債 我想請你把所有的管民 還有所有的動力解釋一下 我們這兩百多億是怎樣累積的 在你任內到底有沒有 就是增加其他的負債 因為這會牽涉到說 你剛剛有講到的 其實我覺得你的施政理念 一路走來始終都是如意 第一次你選舉的時候 你打的是嘉義優先 人民最大 然後你打的主題就是田園城市 但是呢 我們嘉義縣就像你說的 我們不能只靠農業 因為農業是沒有任何稅收的 另外你在這次選舉的時候 你的得票數一樣在破紀錄 你打的四個面向是說 嘉義的新時代 要開創嘉義的新時代 這個新時代它有四個面向 反正你很清楚 它有觀光 有文化 有農業還有產業 所以這個部分你其實 它沒有辦法一觸可擊 所以你的施政理念 跟你推動的一個政策 我是非常勵動 但是呢 在在負債的部分 當然所有的國民是沒有希望說 我們的嘉義線的財政 會面臨到像苗栗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是友好的關係 我希望說 你好好把我們所有的鄉親做這個聖明 以上 謝謝議員 剛才在第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們今年度的議員 怕今年度的議員都差不多 這230億裡面 我們並沒有什麼成長 但230億裡面 我們人士費用56.31% 法定社會福利 13.45% 這裡就是說 經過法律規定 你就是一定要花 但是我們一年收入了多少 我們的稅率才一點點 所以我們 十幾億 所以我們每一年 我們每一年財政缺口 加上我們可以拿到的統籌分配款 這裡加加起來 我們每一年財政缺口 現在今年說是21.6億 就是說 我們的稅率不平衡 但是我們以前是比這個更大 都三十幾億 所以我做七年 和你講 我都用今年來講 我做七年 就要百五億的負債 再增加起來 因為以前 每一任的縣長 做完八年以後 負債就要累積 不是每一年 是每一年 我們的入不付出 每一年我們的收入 營收就這麼多 那我們的稅出 支出就這麼多 所以我們一定要什麼 不是糟糕就是要做這些負債 所以我們每一年有這麼多負債 累積這麼多年 一個館長做下去 越來越多越多 是我因為我把它還掉 我把它還掉了快要七十億 我們今天才會保持沒有爆破 不然我們像苗栗 藝人都放了 那都放掉了 所以我們的負債 是因為 我有尊敬 所以我們光是七成的 都說不能一格就不能減 所以我們村子 還可以不做土 還可以不做農業 還可以不做消耗 民間 通通要做的 所以每一年這樣子 這個差額這麼多 累積下來 照理說 我給你做七年 就要再檢查 本來的負債 那個檢視民 到陳明文的時候 我們負債 累積負債多少 兩百七十七 到陳明文兩百七十七 現在多少 兩百多少 兩百多少 零九啊 兩百零九 所以你還等到你做館長 有座也有行得到 是啊 照理說 我每一年都有差額啊 那我們應該 我應該兩百七十七 再加一百五十億 我們要四百 四百多億五百了 我們的財政會跟宜蘭一樣 跟南投差不多了 都會放在 他們都在那邊 宜蘭市已經超過了 那個苗栗市七十幾 他早就變了 那我們一直都控制 控制到 把他還 還到現在 所以我想 我們今天 是很坦誠的 跟議會報告 我們的財政狀況 我到現在為止 還了 快六十八億左右 二百兩百七十七根 我們就還了這麼多了 市長 你以後有重大的計畫 要去把中央投資 你不用怕 我們所有的議員 一定會當你最大的一個靠山 要投資的時候 把我們舊舊一起去 謝謝 議員 我想這個一定會很有幫助 但是我剛才也說 其實我們台灣是怎麼 我們交議員就要這樣 因為我們當季 我們的中央的資源分配 分配是不公平的 沒有公平嘛 所以我們拿一支書 還可以拿一支書 我們明明開銷就要這麼多 所以我們每次就是 赤字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所以我们现在 我一直在讲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行政区域重新化分 比如说云家家 你要把农业直辖县 比较早在我们家的 我们一区那么大区 我们人口超过 我们要三贯 一贯一贯一百四十几万 我们就可以适用 我们要适用跟院教室一样的 同企平起平坐的一个待遇 他们可以救多少 我们就可以救多少 他们可以扑多少 我们也要扑多少 这样才能够真正改善我们的问题 还能翻 家喻才能翻转 当然这个后面一定要议会 不分党派大家全力 因为今天不是只有我在做管理 就是这样 任何一个人在做都一样 但是我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家喻泉民 对于我做这七年来的 我不但没政家 我还还了将近七十亿 所以我们整个县政府团队 大家都是努力在控管 每一年的预算 好谢谢县长 另外呢 我要帮我们行政法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行政法跟我都非常重视 我们近七国小的一个活化 所以近七国小的部分 近前跟行政法做的来 就是拜保管理 希望说给他进出一个长照中心的一个示范点 但是最后 确定的结果不是在我们水上嘛 所以这部分 行政法他非常的沮丧 他一直叫我问你说 是什么原因 你五回不是说没有确定在 今年只有四半行 因为长照市每个乡镇 我们既然要推一个乡镇一个 但是你们的近七国小不要偏远 你们的老人集中在乡镇 或是在我地区 所以最好是在那个地方 你到近七以后 老人要去那里 以老师讲他出入就不方便 所以近七国小 我们你们要转型成什么 我们都很乐意帮忙 所以乡镇本来是说要当作幼稚人 我们也OK 至于说长照 社会局是希望是说 你们是不是在水上水上 在那里面 或是在人口比较测重 你我哪里 那老人比较多 他要去 他会比较好用 那长照 每个乡镇都要有一个 我们明年开始要推ABC 才能够推动 现在你们 我们今年先推 四半行先推明雄跟西口 是因为他条件符合中央 卫福部的评审标准 所以他们刚刚通过 四半 每年开始就是说 你们才有光景推动 这个日照中心 我们明年就会把很多点 都把它催出去 好 谢谢县长 谢谢 来 张王思维委员 张议长 张县长 县府一纸主管 我们议委 当然大家好 媒体朋友大家好 县长 刚刚在县政报告 有一个就是说 绿草的魂化炉 营运绩效是特优嘛 对特优 尤其你还在乡镇的垃圾厂 都有把这个 辉华的医疗会器物 做监视 这是很好的啦 我现在要给你提倡的就是说 当然这些 这些营运绩 正前就是一个 简陋性的 焚发炉 在烧 全国的医疗会器物 在你的手里 也是有把你火锅掉 就是说 不再准 不再烧 这是要给你 感谢的啦 但是你还要记得 我之前的会计都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高速公路架 对医疗会器物 在这些地方是很严重的 应该你还有印象得到 我知道 当时 你用到最好的副手 林美珠副县长 那时候他有跟我说 说我们也可以来拜托 中庸 我们来找 环保署 来帮我们处理 当时他有这样 跟我说啦 我是说 现在要跟你拜托就是说 因为你会用 很好的副手 他现在又去你做 在中庸 在中庸 相信他的关系 和他的法导处理的办法 应该是 我们所记得 就是说这件办法 是不是再来拜托他 来把这堆医疗会器物 处理掉 好吗 感谢张华议员 你很关心 在这些国航建设 包括这个环保问题 不管是路满 医疗事业会器物的 小型风化炉 或是我们的 主席相公所也埋场 那那个路草 路草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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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便宜的部分 我已经政策性 已经宣誓 绝对不可能 让他重新再发造给他 这个部分 这是对我们这些 的环境改善 真的好 这无庸置疑 至于这个卫生野埋场 这个部分 垃圾野埋场的部分 这因为是公所相利的埋场 所以你说的问题 都是发生在以前的 所以变成说 县政府那时候收钱是公所 县政府也没有财力 去帮你们解决 那很多的钱 所以林美珠副县长的时代 他就说 这个看看能不能找中央 现在他做政府委员 但是我知道 他是并没有负责 环保这一块 不过 我想我们那个 环保局长 我们也可以再去搞 环保署 李应援署长看看 这个过去 他们收的 主席相公主 当然 你现在都 我们希望我们政府 不要再打中的工作 没有 我不是打 跟他说 他们怎么去收 钱他们怎么贪 这都是过去 对吧 已经有受到的出发 虽然这件 没带你拿出来减捕 照说这是要用全国 新闻拿出来减捕的工作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场你也得罪人 你要为了得罪 做最大的事情 就是这件 没关系 议员 我们这个案子 我们就是跟环保署 再来讨论 看看能不能由中央 来帮我们解决 解决这一个 已经埋下去的 医疗汽器物的问题 因为这管制 这人你可能没去现场 那是很恐怖的 我知道 我有看到 那在高速公路 那是一堆 一堆像在山 里面都是一种 感染性的医疗汽器物 多可怕 你知道吗 那会刘下来 会收到上海市 有够多 当然都是我们 管政府没办法处理 说工作人员收益 那我们管政府没那个领域 但是我希望说 因为我们有这个管道 当时那个 林美朱副县长 他也曾经说 这可以找中央帮忙 好 我们就找 以前他就有跟我们这样说 现在他 你还有这个建议管理应该要运用 好 把这些解决最大的问题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来 盒子丸 盒子丸 谢谢议长 本来我也是没想要说 但是我一定要说 开玩笑 那位管长 你之前在 我们的民进党中常会 里面 你有提出说 这个委定要改善 我们地方发展的困境 包括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个不公不义的制度 你有提供 云家家 有一个应该是要成立一个 云家家这个农业 就是一个直辖市 或者准直辖市这个地位 然后我们可 举债上限可以提升 然后我们的中央移住的资源 可以更直接更多 那我现在就是想要问你说 你会在中常会里面 提出这个提议 你是不是因为说 我们要来推动 这个云家家合并 这个工作 第二就是说 既然如果推动这个云家家合并 是不是再来 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地方选计 兄弟们也好 还是兄弟代表会 这个部分的选计 就是要来费读 我不知道你的意见是怎样 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整合 主要是希望资源的分配是公平的 每一个地区的这个乡亲 国民都可以享受 同样的分配原则 那二级政府 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不是院辖市 院辖市都已经是二级政府 都二级政府 所以他没有选项正常 但是县辖市里面又有两种 譬如刚才他去就没有参向上 我们国安就是有 就是有 所以这个是中央整个要去考虑 所谓的那个行政的 这个二级化政府 他怎么去做 这个大概很多县市都有一个共识 都有推 都有是建议中央这样做 中央也好像是往这方面在 在研你 那但是我 我的意见 我当然认为是说 他这样子做 我们怎么样 有效整合我们的政治资源 然后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这个是在很竞争的环境里面 是势在必行的 来 无论 县长喔 刚才你讲这个长照二电影的工作 你说准备这个有开设日人照都有限 但是我们六草 刚才你都没讲 我们六草我怎么没 你自己看 不是啦 我有疫情联络过 没有写在上面 但是都有联络 我们六草是有没有啦 不是 六草即使 不然你们有就是你们 我已经跟厢长讲过 你们要提出一个地点 你们现在就提不出地点啦 像那个靖西国小 水上是提出那个地方 那我是建议他去找那个 丁瓦那辖区 还是水上水头那辖区 所以有的我们就先去规划 现在没有的地方 其实他是可以 连近两个乡镇做一个计划 那没问题啦 现在 水上的路草也可以做 现在民道交易 家圆现在一个地儿要建议了 因为算在我们游戏的对面这儿 这一定要把人放下 实在说对我们六草人很不公平 什么 现在民道交易 现在他们有准备要建议了 建议就会 因为我们社会局联络啊 他们有的话 不能自然都放在海域都没放 我看海域都没放 有啦 有啦 现在譬如说 二草没什么来这里 二草就已经处理一下 六草我看几个书准报告 没报告啦 不是啦 刚才我特警说 抗议了啦 抗议了 不是啦 議員这又过去 真的没报告啦 不是说少林民在这儿有建议 没少林民在这儿就没建议 过去的政府 我不是说管道台面问啦 真的不好的建议 你问 军人就问我们对于雄敬如 六草用 加角 看守对于雄敬如 六草 文化楼 对于雄敬如 六草 这都这就罢的 你没有罢了 有福利的 要跟你想一下 一定要 要让我们有一个福利 没有我们六草人 同样 替我们 替我们 替我们团队的 不要买到 既然要哭一期 台湾百二十公斤就是在六草 你不要买到 买到的时候 是管路红破族 和我六草没管的 没有啦 你现在说的是 二企就在 完全都在六草了啦 那很遥言的啦 没遥言啦 这个行政 现在已经在七一级委员会 我们六草老人 人口比例 十 那个全国 三百多佣金 这样就贴命了啦 老人的比例啦 所以你这个 他就要允许 他最佩合 对啦 不是说没下就都没啦 不是 下 他们下一些亮点起来 没有说 没有写 就都没有建设 不会啦 来这里啦 李先生 现长 刚才没有说这个长照 我刚才给你建议这个 政策国修 一个很适中的地点 你不能想说 交通 那不是人口密集的所在 交通不方便的所在 其实 那交通很便利的 你才知道 那是当时交流就有卡了 过去 现在我在做行政策国修 我曾经过 因为那些最深的 水不湿的地方 我曾经走到民众去参观 结果 刚才我们一个乡亲 好像 将近八十岁 稍微有私自 他的孩子 先帮他载他 那些下班的材料 所以 你不能想说 你一定人口密集的所在 不见得啦 现在 小孩 要把材料都很方便 好 来记住 这不是我想的 他们社会局 会有一些学者专家去评估 你们有地点送去 他们都会去 我是刚才听你说 你跟高所说 我是觉得 事实上 事实上很多人去评估 见识多少 已经在航厂里面 还在里面 事实上它是比较偏远 那是路边而已啦 你说的是南京国小啦 管理你 看得不对啦 你说的 常常这些是南京国小 靖西国小是 现在刚才在这个 加 加 加啥 路 167 163 刚才163的路边 那些 交路都会比较而已 沒關係啦 我们现在就是跟市会局去做 好啦 我是觉得你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他们是已经给 因为过去公所 你说要做 要让人去做 打卖床 我是觉得 这种公益的地方 是不能去做 政府不需要洗掉的啦 我 好 来 英俊来 新长 刚刚我很支持李牧会议员所提的 他那个长照中心 其实我刚刚就问牧会议员一个问题 我说加一县18乡镇是最长寿的乡镇 是根据我们那个 是六角像 是六角像 但是它上面没有写到六角像 那但是其实那林牧会议员说 其实六角像跟鹿草虾 它的排名其实根据美联度都是前后而已 它的那个老年人口的那个程度差不多 所以我希望县长那个未来 不管是日间照顾中心 然后或者是老人食堂 或是各项的那个长者的福利 尽量就是以这种人口比例 老人人口比例 比重比较重的乡镇为主 谢谢 尤其我们黄景城乡长 他在任内非常注重这个 那他今天不在位置上 那也很感念他 他也是我们这个选区非常高票当选的议员 那我想说待会他发声一下 好 谢谢 我们事实上也是以这样在处理 方向在处理 但是因为有些地方 他目前也没找出来 像六角已经有吹了 已经有 我们现在就在辅导他在做了 只是他还没有完成 这么没有写在里面 好啦 因为我们要有接触的时间 这不是接触的时间 我们问得这么久 好啦 我们今天会再接受 好啦 好啦 好 不要 主要 要什么主要 你说不快 好 我要那个 那个 财政税务局喔 你可以给我资料 那个我们嘉义县 从民国 91年开始 嘉义县政府到底卖了多少土地 出售了多少土地 从91年开始到现在 好啦 除了提供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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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